吉野乡公所委托文史工作者进行了浩克艺术村文史资料汇整收集计划 20号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把吉野神社的历史原貌和文化故事用文字和照片呈现出来 厢长游淑珍表示 历史文物的保存、重现还有传承也是乡镇发展重要的一环 透过这次计划要让大家来认识庆丰村早期的吉野故事 近几年来,简安湘公所打造庆丰工钱营区成为吉安浩克艺术村 但是这里的历史典故也记载着吉野村的发展脉络 简安湘公所特别委托文史工作者进行了浩克艺术村文史资料汇整收集计划 要重现吉野文化 谢谢我们花莲文创协会给我们益助的力量 让我们在地方找到我们过去吉野的历史 也来成就我们整个毕露蓝旅吉安的开发过程 在我们的浩克艺术村过去也是我们的神社 在经历了历史背景的严格之后 它曾经是我们规划的中列池 甚至于是过去的一个我们均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今天找回我们的历史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建构我们过去的文化的背景的故事 跟我们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严格 我们希望让我们的新住民 让我们来到吉安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分享到过去的一个古历史的文化 来资产我们风食我们吉安的一个内容 负责搜集资料汇诊的文史工作者黄嘉荣 他希望这一次的成果 可以让大家更认识吉野省社的文化历史 我们这一次我们是用文字 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到台湾总督府去 申请了一些过去的一些文献资料 那我们透过就是说 这老照片的一个惊喜比对 然后一些文献的资料 然后我们就是期盼说 让未来来到我们好客艺术村的一些乡亲朋友 可以透过这个文字的介绍还有图片的介绍 可以更了解我们这个好客艺术村的一个前世今生 那我们目前呢 我们好客艺术村这边保存的 就是当时的开村拓地纪念碑 还有这个吉野神社的这个正座纪念碑 以外呢 我们这路口这个地方呢 还有三座的这个石灯笼的一个残疾 那过去呢 他们因为就是说正义的一个宣导 所以他们就是当时是被就地就是把它拆毁 然后把它买在图里面 然后后来我们在好客艺术村重新规划的时候 又把它就从地底下把它挖出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就是呈现在我们这个过去的 那个神社的一个参拜道的一个旁边这样子 吉安相公所把这一次调查的成果 用文字和照片做成了一大面墙 就在好客艺术村的集业馆 同时还印制的折叶还有导览地图 希望让来到好客艺术村的民众可以感受到 吉安庆丰地区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特色 介入一会 吉安相报导